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0年7月28号上午的7点42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讲一讲 Plus的APP下载网站为啥换主人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开始之前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过程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我们先来看看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 说的是中美紧张事态升级 为何贸易协定却能保持稳定 华盛顿的消息 近三年来,特朗普总统以中国的贸易战 使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紧张 而现在两国在一月份签署的贸易合约 却似乎是美中关系中最牢固的部分 什么原因呢? 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控制新冠病毒不利 有中国间谍呀,什么知识产权践踏和人权践踏 令中美紧张关系加剧 那么美国的官员上周 下令关闭中国驻休顿的大使馆 领事馆,称领事馆的外交官 曾协助经济间谍活动 那么这一举措呢 使中国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那么上周早些时候呢 特朗普政府呢 也将11家中国企业购入 列入一个政府名单 禁止他们购买美国的救赎和产品 理由呢 是针对中国西部的新疆 主要的少数民族 穆斯林的人权侵犯 另外呢 两个国家在中国对安全 对香港的安全镇压呀 中国的5G的野心 还有对中国的南海的领土主张也摩擦不断 那么为什么贸易协定却能稳定呢 那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呢 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农民的农产品 这样呢 对于美国的这个大选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呢 原来最麻烦的贸易协定呢 反而是现在最稳定的 因为美国马上要大选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好 另外华尔街日报也说 这个全球最大的对冲 对冲基金 桥水啊 裁员数十人哈 那么这个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呢 桥水 叫做bridge water associate 哈 那本月呢 各个雇部门呢 裁员了数十个人哈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在金融行业 一个大的地震哈 因为这家公司呢 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基金公司哈 那么他都开始裁员了 说明美国的经济形势呢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哈 好 那不光是这个啊 基金连银行也不行了哈 你看美国的富国银行 这个勒紧腰包已渡过疫情难关哈 美国的富国银行叫做wellsfargo啊 正在削减成本裁员并收紧贷款 已度过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难关 那么该行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可能不会太落后哈 所以呢 各个银行都有问题啊 那么这家啊 美国啊的啊 的这个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说 在本月发给员工呢一份不愿路中表示 我们没有做好经营一家高校公司所需的工作哈 那么也是问题多多哈 好我们再看一个好的消息哈 这个是美国确诊437万希望来了 美国启动3万人的疫苗实验哈 那么当时啊 现在啊 现在美国政府呢和一些制药企业包括辉瑞啊 辉瑞呢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制药企业 也就是做伟哥的哈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哈 和德国的Bion什么NTech哈 正在联合开发4种潜在的新冠疫苗 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呢已经出钱买了他们的疫苗哈 那只要他们能够成功的上市 那么这个就可以了哈 在秋天就可以上市了啊 那么参加测试的4种疫苗的品牌呢 分别是Modela哈 还有辉瑞Biotech 还有阿斯利康 还有Innovia哈 这4种哈 那么这4种只要有一种能够成功呢 那就OK了哈 那么啊 然后博士呢也准备等他们出来之后去打一打啊 这个呢 你看特地是39美元一份啊 那因为政府买了嘛 可能就是免费的给大家打啊 那么打完疫苗以后呢 再去推广plus和decept呢就比较放心了啊 所以这个是个好消息 好 那么最引人注目的消息呢 就是说全全球首枚央行数字货币诞生 烙看美元的希望啊 那么这个LB coin呢 已经开始发行了哈 这是立陶宛的央行啊 他发行的 那么他的副行长啊 Marius说 在中央银行开始改变其对数字货币的看法的时候呢 LB coin可能是测试CBDC的不同化身的最先进的试验场啊 那个这个LB coin的推行呢 最重要的是 获得央行数字货币的实践经验啊 借此完善相关的法律技术和网络安全的问题 可以看成是数字货币未来法定流通的一场预演啊 所以呢 中国呢 因为磨磨叽叽啊 把这个全球首枚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啊 这个名誉送给了立陶宛啊 那也没办法啊 那如果再不出来呢 把亚洲首枚央行数字货币呢 又会让给韩国或者日本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我看他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好 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 是讲中国国家数字货币项目吸引了20多家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啊 那中国国家数字货币项目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DCP的支持和采用正在加速的发展 目前呢 已经有20多家公司成为其合作伙伴啊 那么最初呢 是8家公司啊 就包括4家国有银行啊 包括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和中国银行啊 这是4个国有银行 再加上三大电信公司啊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还有一个呢 叫做华为啊 那么我们plus呢 是第9家啊 但这个他没有说啊 那么名义上呢 就是这8家啊 那么这8家以后呢 这个4月份呢 人民银行呢 宣布呢 对4个城市进行数字货币的内部测试 这4个城市呢 是深圳 苏州 成都和雄安 好 那么正式测试期间呢 商业银行呢 商业银行呢 对一部分中央银行的存款呢 转换为数字货币 并且选择了每天使用大量人民币 进行啊 数字货币的经济部门 包括运输行业 教育行业和零售行业啊 那么另外呢 中央银行呢 还要求包括星巴克 麦当劳和Subway等在内的大型零售商和商人 要求对新系统进行测试啊 那么最近呢 又包含了轿车的应用程序 滴滴出行 还有食品配送的巨头 美团点评啊 在其平台上适用该数字货币 那么DCEP的项目呢 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好 那么最近 根据Chainnews的一个报告 那么下一阶段呢 就是数字货币呢 将分化给腾讯 还有阿里巴巴等大型金融公司 分别用于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啊 所以呢 你看这个DCEP的发行呢 是分好几个阶段哈 最早呢 是研发阶段 就是八家公司啊 然后呢 再是四个城市 然后呢 再是这个零售 包括星巴克麦当劳 然后呢 再是应用程序 包括滴滴出行 美团 还有这个抖音 对吧 那么最后这个阶段呢 就是啊 支付行业哈 就是啊 数字货币的支付 包括这个微信 还有支付宝 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阶段了哈 那么这个阶段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正式发行了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真的是很慢 它是串联哈 就一个完了再接着任一个 他应该同时进行 对吧 同时可以进行这些 那么就快了哈 但是他选 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方案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应用程序 就是滴滴 还有美团这个阶段哈 那么我们还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等他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微信和支付宝 那么就可以发行了哈 那么我们以前 全段时间呢 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微信和支付宝没有出这个相应的钱包哈 那么看到这个新闻呢 我们就清楚了哈 那是因为还没有轮到他们哈 还没有排 还没有排到他们 那么要等到这个美团呢 这个滴滴啊 等他们测试成功以后 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才会进入到支付阶段 就是腾讯啊 就是这个微信和支付宝哈 那么等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完成以后呢 才会发行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 那是要等到国庆县礼哈 要到这个八九月份 在十月份之前 才可能 因为还要做这么多事情嘛 所以一下子不会那么快哈 所以大家呢要耐心等待 好我们这里看到一个韩国的消息哈 韩国说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 说数字员啊 DCEP即将正式发行啊 还又说这个事情哈 他说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DCEP即将正式发行 那么这个呢是谁说的呢 是中国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 学研究所所长 庞华林 7月27号 表示哈 在在25号的时候呢 导演庞华林在中国 不叫导演应该叫主管哈 在中国当地的媒体 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我期待加速数字货币测试的文章啊 那个本文呢包含了DCEP在中国的前景 那么庞华林说 不可能在广泛的范围内应用DCEP 但DCEP发布不久就可以了啊 他说普通民众对数字化现金 以及将DCEP和银行账户连接起来 特别感兴趣 将银行账户与DCEP关联 对于数字化的现金至关重要 连接DCEP的银行账户后 无论什么使用什么平台 都可以使用他们啊 然后这个他接着说 在国家一级 数字货币呢也可以替代票据 从而节省呢发行成本 他还具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优势啊 那么从各方面的消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韩国媒体的报道哈 那么DCEP呢很快就要发行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讲到了哈 还有最后一个阶段 现在呢是在滴滴美团 这个应用程序阶段 然后最后呢就这个阶段 如果测试成功了呢 那么最后呢就是到支付阶段 就是微信支付宝哈 我们很快呢就可以看到 微信支付宝上面啊啊 合成了DCEP 那么或者呢他们呢 微信支付宝呢会单独开一个钱包出来哈 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拭目以待 反正不管怎么样 接下来的几个月值得期待哈 好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是 plus的APP下载网站 为何换为啥换主人了哈 那前段时间呢 文掌柜也给大家分享了哈 就是咱们的plus的域名 就是下载钱包的哈 叫globeonline.cc 那么他换了主人了哈 我们通过这个站长之家也做了一个查询哈 那么查询的结果呢是这个注册商换掉了哈 以前是别的哈 那么现在呢换成了BIG DIAPER DOMIN LLC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是北斗新玉米有限公司 那么这个呢我们经过查证是一个假的注册公司 哈就说这家公司呢并没有真正的经营哈 只是一个皮包公司哈 另外呢这个联系人呢也换了哈 叫做Perfect Privacy LLC 他翻译成中文呢叫做完美隐私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这个呢也是个假的联系人哈 是一个等于说你花了钱请来的一个公司来注册作为联系人哈 那么联系邮箱呢在这里哈 啊也是个假的哈 叫做什么DO3F64HIBQJ 反正这个就是个假的电子邮箱啊 你把它发信呢你根本说不到它也是个假的哈 所以你看咱们Plus的域名呢被这么多假的公司所注册 但是我们看更新时间哈是2020年的7月3号 创建时间呢是2020年的7月2号 那么过期时间呢是2021年的7月2号 所以正好呢是一年的时间哈他也没有多注册就搞了一年哈 那么可能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个咱们Plus的APP的下载网站换了主人 而且是换的是一个假的公司 假的联系人假的电子邮件什么目的哈 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哈 你看我们刚刚说了这里有个假的联系人叫做完美隐私有限责任公司哈 那么这个呢是美国的完美隐私的一个责任公司哈 他是刚刚注册的公司2020年才注册的哈 也就是今天就是特意为这个网站而注册的一个假的公司哈 2020年才注册的哈 那么为什么他要搞一个这个公司呢 他说你是否知道每次注册域名的时候 法律都要求你将个人信息添接到公共的啊 WHOIS啊数据库中 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按照该数据库公开你的姓名 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和个人信息 您和你的企业你的家人容易被到垃圾邮件的攻击 骗子和其他的人的攻击可能使你作为被骗的目标哈 那么我们公司就是说这个perfect privacy哈 通过确保你的个人信息不公开来消除这些风险 我们在注册域名的时候注册完美隐私啊 我们的信息将发布在这个WHOIS的数据库中 而不是您的数据库中哈 所以这家公司呢就是专门是帮人掩盖真实身份的一个公司哈 而且是2020年刚刚成立的公司哈 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把咱们plus的这个地址 把它联系人把它用到这个假的公司哈 就是真正的人你是看不到的 他弄弄了一个掩护啊 这个掩护呢就叫做完美隐私有限责任公司哈 好说完了这个公司我们再看看这个北斗新啊 玉米有限公司哈 啊我们先看一个真的哈 真的你比如说globeonline.cn 哈这个就是这个真的网站真的公司 那么他的注册商是阿里云巨商有限公司或者叫万网 你看这个就是真的公司 那么联系人呢这里可以查得到叫上红超你看这是真正的联系人哈 那么正规的网站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注册信息哈 那么联系邮箱呢这里也写了哈 这啊gmail.com哈这个才是真正的电子邮箱哈 那么创建日日期和过去啊日期正好是两年哈 那么这是真正的一个网站说应该有的样子哈 对吧有公司有联系人有电子邮箱有创建日期对吧 这是正儿八经的网站应该有的一个样子哈 那么咱们plus呢就是你看全部都是假的哈假的哈 那么为什么要是假的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你看我们如果点我们如果去点击这个globalonline.cn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哈他是正在卖这个网站哈 你可以花钱买对吧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发email或者是联系微信就可以来买这个网站哈 globalonline.cn那么这个呢是没有人用的你可以出钱到阿里云上去买哈 哎这个阿里云上面有报价这个globalonline.cn呢他的价格呢是68000人民币哈 他是2019年11月12号就开始卖了哈到现在也没有卖出去哈 你要只要花6万8任何人只要花6万8就可以买的这个域域的使用权哈 非常非常的便宜哈也不能算便宜吧反正这样你可以买哈 那咱们的这个globalonline.cn呢就被已经被人家买了哈 那买的这个人呢就叫做这个假的北斗星域名哈 联系人呢也是完美隐私哈联系邮箱呢也是假的邮箱哈 咱们这个已经被人家买了哈是2020年7月2号就买了哈 那我们看看这个北斗星是干嘛的哈 哎这个是北斗七星的注册啊信息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哈 那么这个是北斗星啊北斗七星叫bigdiple domain的地址 5335gate parkway啊Jacksonville Florida哈 游编呢是3256美国哈 这是电话和电子邮箱哈 那么另外那个假的那个完美隐私呢叫做perfect privacy呢也是在美国哈 你看他是12808 Grand Bay Parkway Jackson Florida 游编呢是3258哈 跟这个公司呢你发现哎竟然是挨着的哈 这个公司呢北斗星呢是游编是3256 那么这个完美隐私呢是3258 你看在同一个城市哈 游编呢也离的很近一个只只差了两位数哈 说明这两家公司呢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 啊说白了讲就是这两家公司呢就是特意为这个plus这个网站而成立的或者说来使用的哈 我们再看看北啊北斗星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哈 好那么这个也是公开查询的哈 就是bigdiple domain就是北斗星你看他这个公司呢现在是活跃的哈 公司编号呢是104604194哈 他公司成立的时间呢是2014年的9月8号啊 相当于他差不多是6年了哈 成立6年但是他的公司很奇怪为什么呢 他的成立的地点是在俄勒冈啊 但是他的注册地点是在佛洛里达 他的这个法律啊办公地点是在俄勒冈啊 那么这个为什么在俄勒冈呢是因为这家公司又是另外一个皮包公司所注册的哈 这家皮包公司呢叫做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哈 他的啊地点呢是1127broadway street哈 north east street啊 啊那个suit number是310哈 这个叫sailing这个在俄勒冈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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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这是精心预谋的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 而且还把他的信息给隐藏起来了 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的道道是很多的 看到没有 一个俄勒冈的皮包公司注册了一个 或者购买了一个 收购了一个佛罗里达的皮包公司 然后占用佛罗里达的这个皮包公司 去注册了plus token的网址 看到没有 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道道 你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皮包公司 你看这里写的很清楚 那么俄勒冈的皮包公司 购买了佛罗里达的皮包公司之后 就把它原来的管理员全部都开掉了 大家注意看时间 2019年7月31号到2019年8月7号 那么正好是6月28官网以后 一个月以后 那么这家公司就成立了 或者说就被收购了 这个北斗星 那么就把公司的原有的高层都给 解雇掉了 我们再看下一张可能更清楚一点 看看这个大的事情 叫做Big Dipo 就是说你看 这家公司是2019年 2014年9月8号成立的 那么成立了以后 它一直在6年的时间都不活跃 就根本没有生意 就只成立了 然后就放在那里不动 这个是个典型的皮包公司的一个做法 那么从2019年4月3号以后 就开始动了 那么从无效变为有效 好 在6月28以后 那么在7月24号就新增加了经理 这个经理就是另外一家皮包公司的 叫Jennifer Neese 她是另外一家皮包公司的经理 就叫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 这个皮包公司 好 那么这家皮包公司的经理 叫Jennifer Neese 就是收购了这个北斗星以后 那么就把它原有的管理层 全部都解雇了 你看罢免 7月31号到8月7号 罢免她的经理叫David L. Brown 然后7月31号到8月7号 又罢免了经理Jennifer Lada 然后在7月31号到8月7号 又罢免了她的经理叫Mary Pockrell 这样就很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为了Plus Token 这个皮包公司 俄勒冈的皮包公司 就收购了弗洛里达的皮包公司 然后再把Plus Token的网站给买下来了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连环操作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的一个洗钱 或者这种操作 这样你是找不到她的真正的公司的所有能的 但是这些都是小伎俩了 如果假如说 假如说Plus不开网 Design不出来以后 她还不开 那么我们就很简单了 我们只要到佛罗里达 或者到俄罗冈 去起诉这两家公司 然后叫警察 或者是美国的FBI 去调查这两家公司 那么就可以抓到她的幕后的指使了 也就是Plus项目方了 非常简单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不是说Plus项目方不开网 不说话我们就找不着她 那公司在这里 人名都有 只要把他们一抓 然后严刑拷打 就可以把幕后的黑手全部抓出来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Plus一定跑不掉的 大家放心 好 我们再看看B世界 这个你看又是248-65枚比特币 从这个币安交易所转出 对吧 2500枚比特币 从OK交易所转出 你看都是Plus的币 1140枚比特币 从币安交易所转出 你看 1400枚比特币 从OK交易所转出 你看Plus呢 非常的活跃 好 今天特意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大的 14442枚比特币 从未知钱包转入未知钱包 你看这就是Plus的 那我们可以证明一下 你看这里有个哈希值 320E35015 我们看一看 你看这个哈希值 在比特币.com这个网站 320E35015 你看7月27号 你看这里有一个大的转出记录 一个混币 你看见没有 前面有四个地址 其实就是一个地址了 有四次 那么最后呢 混完之后呢 也变成三 变成三个地方 那么这里报道的 14442个比特币 就是这个地址 EP6VT9W56 那么我们再点击去看一下 EP6VT9W56 这个地址 14442个 你看 最新的一笔交易记录 一个BCE过来的地址 你看 一个地址 10个比特币过来 然后就把它混到很多小的地址 你看 有E开头的 有三开头的 有BCE开头的 你看 这明显就是plus的地址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14000多个是plus的 看到了吗 所以呢 这个14442个 就是咱们plus的币 所以我们plus的币 是很活跃的 刚刚我说过了 我们要找他们很容易 只要通过他的注射公司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们 只是我们现在呢 还不想去找他们 我们还是让他们开网 万一他们 disable不出来 他们还不开网 那我们就出动美国警察和FBI去抓拿他们 不用担心 他们跑不掉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